農糧署在那個渡頭84交流道下 以每公斤10塊錢收購農民的刺激品及小果 目標為90公噸 依照今天的量大概可以收到7至8公噸左右 另外關聯農會在本會那邊也有推出另外一種 就是以高於市場的價格向農民收購 9兩以上品項加的限材盤 以幫農民促銷 希望這次這兩個舉動能夠幫農民度過這次的疫情